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藏书》它就相当于《忠义宗》的《皇帝内经》 也就是说《藏书》在后面的这些经书当中 都是由藏书发展而来的很多 我们也可以看很多的一些经典的书 里面很多都引用了藏书的内容 另外我们为什么要读藏书呢? 为什么我们要读经典呢? 因为现在的各文各派的风水非常繁盛 另外还有一些歪曲了风水的理论 所以我们要通过读藏书去正本经元 另外前一段有一个王友问我 赵老师能不能把这个二十四山的鸡胸给大家分享一下呢? 这个我知道这个网友看到什么样的书 他认为二十四山每一个山是有鸡胸的 其实每二十四山每一个山每一个分鸡 那么都是可以立的 这个它是要看周围的杀锥环境 那么来决定立哪个像 用哪个分鸡的 所以你单独地说一个二十四山哪个鸡哪个胸 那么这个呢是没有办法回答的 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网友问呢 二十四山和王令纳赢 哪些可以配哪些不可以配 这个朋友问的呢 其实呢它是一些礼器方面的 就是说呢在藏书上 有四位男行此之方有此之 也就是说呢方向是最后的 也就指的是礼器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注重的是行轮 行轮呢就像体 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 那么礼器呢就像我们的灵魂一样 如果没有身体 那么你何来灵魂呢 所以呢我们要首先要注重行 那你不能气奔诸磨 有句话呢叫 凭着不存毛浆淹附 所以呢我们首先要说行 那么礼器呢它是浮诸在行上面的 当然呢那么现在呢有很多的风水呢 比如说我们去给客户看地 那么一个客户呢说呢我就这块地 你看看怎么做才好 那么这个呢地已经决定了 那么不是由风水师能选择的 那么你能做的呢就是在这块地上呢 给它做一个最好的礼器 就是这样的 那另外呢有的就是把房子 买过以后 那么这个房子呢就是有的呢也装修过了 那装修过了呢基本上这个东西呢都没办法 那么我们只有通过利器啊看看你办哪些东西 不 监atten 这个傚宅的情况呀最好呢就是你在 还没有装修是毛皮墙的时候呢就是 找个风水师呢看看 让他呢给你做一下合理的安排 比如说呢需要这个 Some Federation 这个 Some some 就是哪装修需要沙 哪个地方需要水 需要把这些装修好 那么对以后的运程呢 会有所帮助的 那么说到阳宅呢 我们再说阴宅 那么阴宅呢 同样也是这样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 那么如果你就一块地 那么这个呢 有一句话呢 叫巧服难做污名之吹 所以这个东西呢 也只能因地之仪 因这块地去做了 我们读经典呢 就是要振奋经典 就是要最洁净于 这个风水本来的面 所以那我们就要读经典 这样的长演呈生气演 那么布布先师呢 在藏书的第一句 那么开中名利写了这句话 也就是说充分地说明了 那么这句话的重要性 上者就是指到 我们当去选弟的时候 或者呢我们给客户选弟的时候 给客户点语啊 那么或者呢就是去 就是造造我们的祖先的时候 上者长演 那么长演呢有的啊 这个书上呢移的是啊 就是把先人的尸骨藏起来 在这里呢我不知道 那么这个郭布先师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啊 但是呢就是每一个人 那么看了战术 看完以后 那么所移出来的呢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要多读原文 不要多疑文 那么疑文呢就一定是他 站在他自己的历程上 所以移出来的 那同样我呢 也是站在我自己的历程上 所以移出来的 长演 那么长演呢在这里指的啊 是长风俱气 就是我们在造当祖先的时候呢 要找一个长风俱气的地方 所以呢叫长长演 称生气呀 那么长气呢有长风俱气就行吗 不行 我们还要听到生气 那么什么叫生气呢 生气就是龙气 也要听到龙气 怎么才能听到龙气呢 对不对 那么要在龙子的地方 行之气虚 所以呢叫龙子的地方 其实呢这句话 如果我们弄明白了这句话 那么基本上 那么你就知道了 那么风水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这句话那么涵盖了很多 长 怎么才能传风俱气呢 怎么才能听到生气呢 是不是 那么这些呢 都是接下来呢 我们要学习的内容 服阴阳之气 以而风 生而为云 驾而为云 行乎地中为之生气 生气行乎地中 发而生乎万物 那么首先 服阴阳之气 那么阴阳之气 什么是阴阳之气呢 我们既可以说是阴阳之气 也可以说五行之气 那么这个阴阳之气呢 是指的 欲洲的能量 欲洲能量之气 在这里呢 也可以指说 这个有的 这个专家说呢 什么什么电磁波 在这里呢 其实阴阳之气指的是 欲洲能量的总称 欲洲不管是什么波 什么辐射 什么线 那么什么能量 那么就是指导 产生欲洲 那么产生万物的总能量 阴阳之气 一二威风 那么这个一二威风呢 在这里呢 它指的是 就是它从大地之间 从地球的 从大地之间 那么生出来的这些 气 这些阴阳五行之气 这些欲洲的能量 那么生呢 就会生成风 就要一二威风 生而为云 那么它上升呢 就会变成云 那么当然了 在这里呢 有的朋友呢 认为 它一二风 生而为云 那这不是水吗 不是水蒸气吗 当然在这里呢 不是水蒸气 当然这些水蒸气 它为什么要生呢 这是因为有了 阴阳之气 到底之能量 欲洲之能量 才会生而为云 降而为雨 那么它下降呢 那么它下降呢 就会变成云 云呢 就是生气 成风则散 云水则止 所以呢 那么油气 是有水 所以呢 降而为雨 那么水和气 是分不开的 行物地中 为之生气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个 生气 它在天上 那么在空中 那么就可以 一二风 生而为雨 降而为雨 那么在地中呢 在大地 这种行走呢 它就为生气 行物地中为之生气 所以它在大地 三脉就行走 那么这就是生气 生气行物地中 发生物万物 也就是说呢 这个 在这里 在大地中的生气呢 我们战前呢 把它说成是龙气 龙气 龙气呢 也生气 也就要龙气 龙气呢 在大地中行走 那么停止下来的时候 就会生发万物 在什么时候停下来呢 就是行持气虚 发生生物万物 好 那么这一节呢 就先给朋友呢 分享到这里 如果呢 有朋友喜欢老赵索松 这道视频的 也欢迎呢 关注老赵索松 去的一幕呢 如果呢 有朋友什么不明白的 或者有什么要咨询的 也欢迎呢 在视频下方 留言评论 我呢 也会在第一时间里呢 回到老鸭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